孩子 危险 孩子 危险 我怎么总是犯蠢呢 为什么会这么想 为什么会这么想 说不定 那位小主会记得我 他已经不是 什么都不懂的小婴儿了 我也想像你一样 我要怎样才能变聪明呢 大地守护者 你不需要聪明 为什么 因为越聪明的人 越会被蒙蔽 知道的越多 反而越恐惧 而且 你拥有我所没有的勇气 我虽然有能力 帮助小主转世 却没有勇气离开这里 亲自去找他 唉 这又不怪你 你是森林之主 你要是离开小山泉 支撑这里的力量 就崩溃了 说得对 所以我需要你的帮助 我给你讲的故事里 有个小主 你记得吧 我找了他很久 他与我经历几世 同生共死 很困吗 又睡着了 我怎么总是犯蠢呢 为什么会这么想 为什么会这么想 说不定 那位小主会记得我 他已经不是什么都不懂的小婴儿了 我也想像你一样 我要怎样才能变聪明呢 大地守护者 你不需要聪明 为什么 因为越聪明的人 越会被蒙蔽 知道的越多 反而越恐惧 而且 你拥有我所没有的勇气 我虽然有能力帮助小主转世 却没有勇气离开这里 亲自去找他 这又不怪你 你是森林之主 你要是离开小山泉 支撑这里的力量就崩溃了 说得对 所以我需要你的帮助 我给你讲的故事里 有个小主 你记得吧 我找了他很久 他与我经历几世 同生共死 很困吗 又睡着了 你好 我们以前 是不是见过 我叫林 你呢 你好 我们以前 是不是见过 我叫林 你呢 快起来 你找了很久的小主出现了 他叫林 这次 这次可能会不一样 但是 他一问我的名字 我就跑了 我差点就下意识回答他了 你不是说过吗 住在这片森林里的 有名字的动物 在被森林小主呼唤前 不能透露自己的名字 因为可能会 见不到森林小主 你很困吗 啊 不行 等等 等等 等一下 我 我 我去拜托那位小主 如果 他是你在找的孩子 如果他是森林小主 那就太好了 那样 我们就可以叫彼此的名字了吧 快起来 你找了很久的小主出现了 他叫林 这次 这次可能会不一样 但是 他一问我的名字 我就跑了 我差点就下意识回答他了 你不是说过吗 住在这片森林里的 有名字的动物 在被森林小主呼唤前 不能透露自己的名字 因为可能会 见不到森林小主 你很困吗 啊 不行 等等 等一下 我 我 我去拜托那位小主 如果 他是你在找的孩子 如果他是森林小主 那就太好了 那样 我们就可以叫彼此的名字了吧 那个 你还好吗 嗯 谢谢你 还有 很抱歉 我刚才逃跑了 我太慌张了 你可能已经知道了 其实我看着你很久了 那个 我想麻烦你 唤醒森林之主 我需要 你的帮助 总之就是 需要你 森林 之主 嗯 他是我的朋友 也是这片森林的主人 但是 我从来没有 经过森林 也从没 见过森林之主 你确定 需要我帮忙吗 他已经 观察你很久 哦不 是很久很久了 说不定 在你出生前就开始了 很久 很久 他看起来 他不想再说谎 他的确 从我很小的时候 就在我身边徘徊了 拜他所赐 我才没那么孤单 我当然愿意帮助你 只是我听说 森林里又黑 又危险 嗯 别 那这个怎么样 啊 那个 你还好吗 嗯 谢谢你 还有 很抱歉 我刚才逃跑了 我太慌张了 你可能已经知道了 其实我看着你很久了 那个 我想麻烦你 唤醒森林之主 我需要 你的帮助 总之就是 需要你 森林 之主 嗯 他是我的朋友 也是这片森林的主人 但是 我从来没有经过森林 也从没见过森林之主 你确定需要我帮忙吗 他已经 观察你很久 哦 不 是很久很久了 说不定 在你出生前就开始了 很久很久 他看起来不像在说谎 他的确从我很小的时候 就在我身边徘徊了 拜他所赐 我才没那么孤单 我当然愿意帮助你 只是我听说 森林里又黑 又危险 嗯 那这个怎么样 从外面看 黑乎乎一片 没想到越往里走 越明亮呢 嗯 神奇吧 往小山泉那边去 会更亮 这花好漂亮 可惜枯萎了 漂亮吧 这是森林里才有的花 据说 这里的植物 原本是永不凋零的 真的吗 嗯 因为里面积蓄着森林之主的力量 黑义 只有森林小主的力量 才能让森林的力量 循环流动起来 森林小主的力量 嗯 就是你拥有的力量 那究竟是什么 我也不太清楚 森林之主 森林之主应该知道 它是森林里最聪明的存在 我们叫醒它问问好了 看来 我给你出了个难题啊 嗯 好的 从外面看黑乎乎一片 没想到越往里走 越明亮呢 嗯 神奇吧 往小山泉那边去 会更亮 这花好漂亮 可惜枯萎了 漂亮吧 这是森林里才有的花 据说 这里的植物 原本是永不凋零的 真的吗 嗯 因为里面积蓄着森林之主的力量 黑义 只有森林小主的力量 才能让森林的力量 循环流动起来 森林小主 的力量 嗯 就是你拥有的力量 那究竟是什么 我也不太清楚 森林之主应该知道 它是森林里最聪明的存在 我们叫醒它问问好了 看来 我给你出了个难题啊 嗯 好的 但是 假设啊 假设我不是森林小主 该怎么办呢 我 如你所见 我很普通嘛 嗯 那是有点遗憾 但是想那么多干嘛 怎样都好了 要是那样 我们就当交个朋友吧 反正朋友多多益善嘛 对啊 你真聪明 嘿嘿 是吗 你还能跟上吧 过了这里就快到了 嗯 不用担心我 我一点也不害怕 小心 小心 刚才 那是什么 头好晕啊 有种这样下去 要永远失去潘了的心情 潘 潘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我变大了 但是 假设 假设我不是森林小主 该怎么办呢 我 我 你不用担心我 你不用担心我 我一点也不害怕 小心 刚才那是 什么 头好晕 有种 这样下去 我需要永远失去潘了的心情 潘 潘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啊 啊 哇 我变大了 那个 哦 森林之主睁开眼睛了 呀 你好 潘叫我来帮忙 小主 你想起了守护神的名字吗 真了不起 你可以靠近点吗 我想再近一点看看你的脸 那个 哦 森林之主睁开眼睛了 呀 你好 潘叫我来帮忙 小主 你想起了守护神的名字吗 真了不起 你可以靠近点吗 我想再近一点看看你的脸 我试试吧 我会 帮助你的 谢谢你 那么 我该送你一份礼物 感谢你 为我下了如此珍贵的决心 小主 闭上眼睛 这样吗 这是森林气息凝结而成的叶片 有人称之为森林之息 随身携帮他 随身携带他 会对你有帮助的 好漂亮 非常感谢 不客气 自行领悟守护神名字的旅程 可能充满 可能充满艰心 但是 也无需太过担心 因为 他们也会一眼就认出你来 自行领悟名字 这是成为森林小主的考验吗 考验 也可以这么说 它是森林的古老规则 也是一种习俗 原来 他不能直接告诉我守护神们的名字啊 连自己的名字也不行 如果 我成功想起了名字呢 如果我 我叫出他们的名字 你的力量 也会回来吗 对 那会唤醒守护神的力量 等到你完全觉醒 我的力量 就会自然而然循环起来 觉醒 要是 要是我想不起名字 情况 就截然相反吗 不必为没有发生的事情 而感到不安 我一定会找回你的名字 你要等着我呀 记住 小主 第二位守护神是 苍穹守护者 苍穹守护者 我试试吧 我会 帮助你的 谢谢你 那么 我该送你一份礼物 感谢你 为我下了如此珍贵的决心 小主 闭上眼睛 嗯 这样吗 这是森林气息 凝结而成的叶片 有人称之为 森林之心 随身携带它 会对你有帮助的 好漂亮 非常感谢 不客气 自行领悟 守护神名字的旅程 可能充满艰辛 但是 也无需太过担心 因为 他们也会一眼就认出你来 自行领悟名字 这是成为森林小主的考验吗 考验 也可以这么说 它是森林的古老规则 也是一种习俗 原来它不能直接告诉我 守护神们的名字 连自己的名字也不行 如果我成功想起了名字呢 如果我 我叫出他们的名字 你的力量也会回来吗 对 那会唤醒守护神的力量 等到你完全觉醒 我的力量 就会自然而然循环起来 觉醒 要是 要是我想不起名字 情况就截然相反吗 不必为没有发生的事情 而感到不安 我一定会找回你的名字 你要等着我 记住 小主 第二位守护神是 苍穹守护者 我看到大海了 好开阔呀 风景一览无余 很美吧 小心点点 前面就是悬崖了 看 这就是森林里 离天空最近的树 真高啊 就是很危险的样子 我们要怎么样上去 我背着你爬上去 怎么样 笨蛋 掉下去会受伤的 吓我一跳 哇 好可爱 说什么呢 真没礼貌 我看你们 是打算爬树 一个小孩 加一个小熊仔而已 我可以带你们 去任何想去的地方 怎么样 要我帮忙吗 应该不用吧 你那是什么眼神 不相信我吗 看好了 我有力的翅膀 残像又来了 是谁呢 感觉很不安 我不能连佩妮也失去 连佩妮也 危险 佩妮 潘 我看到大海了 好开阔呀 风景一览无余 很美吧 小心点点 前面就是悬崖了 看 这就是森林里 离天空最近的树 真高啊 就是很危险的样子 我们要怎么样上去 我背着你爬上去 怎么样 笨蛋 掉下去会受伤的 吓我一跳 哇 好可爱 说什么呢 真没礼貌 我看你们 是打算爬树 一个小孩 加一个小熊仔而已 我可以带你们 去任何想去的地方 怎么样 要我帮忙吗 应该不用吧 你那是什么眼神 不相信我吗 看好了 我有力的翅膀 残像又来了 是谁呢 感觉很不安 我不能连佩妮也失去 连佩妮也 危险 佩妮 我说 你们就不能小心点吗 总是这样 我很为难的 佩妮 怎么样 我没说错吧 轻轻松松 就能带你们飞起来 别害怕 相信我 我可以飞得 又高又快 区区悬崖 不过是小菜一碟 嗯 我相信你 佩妮 我 我也相信 我说 你们就不能小心点吗 总是这样 我很为难的 佩妮 怎么样 我没说错吧 轻轻松松 就能带你们飞起来 别害怕 相信我 我可以飞得 又高又快 区区悬崖 不过是小菜一碟 嗯 我相信你 佩妮 我 我也相信 帮帮忙吧 小主 嗯 我没兴趣吧 自己 要不 你还是去找 其他人吧 这件事 只有森林小主 才能做到 只有你才能 拯救森林之主 帮帮忙吧 小主 嗯 我没兴趣吧 自己 要不 你还是去找 其他人吧 这件事 只有森林小主 才能做到 只有你才能 拯救森林之主 啊 瞧瞧 瞧瞧 我不是说了吗 没用的 陆啊 醒来吧 我带着你 苦苦寻找的 小主来了 你一定可以 唤醒他的 啊 你有想起什么吗 如果实在不行 哪怕想起 我的名字 你一直在说 名字 名字 你们的名字 到底和我有 什么关系啊 你自己总知道 自己的名字吧 说出来不就行了 烦死了 我不能说 这是森林的规则 如果 如果我说出了 自己的名字 不仅我的力量 连你的力量 都回不来了 那样 我们就再没法 相约下一世了 所以拜托你 一定要 到此为止吧 事到如今 也该承认了 我们再也找不到 森林小主了 潘 瞧瞧 瞧瞧 我不是说了吗 没用的 陆啊 醒来吧 我带着你 苦苦寻找的 小主来了 你一定可以 唤醒他的 啊 你有想起什么吗 如果实在不行 哪怕想起 我的名字 你一直在说 名字 名字 你们的名字 到底和我有 什么关系啊 你自己总知道 自己的名字吧 说出来不就行了 烦死了 我不能说 这是森林的规则 如果 如果我说出了 自己的名字 不仅我的力量 连你的力量 都回不来了 那样 我们就再没法 相约下一世了 所以拜托你 一定要 到此为止吧 事到如今 也该承认了 我们再也找不到 森林小主了 潘 森林 可以握住我的手吗 我莫名有点紧张呢 潘 森林 快点 是啊 必须下定决心了 我就是森林 小主 森林 可以握住我的手吗 我莫名有点紧张呢 潘 森林 快点 是啊 必须下定决心了 我就是森林 小主 你的身体 好像更小了 是不是出问题了 最后的守护神 最后的守护神 我在森林里 遇见过他 跟我来 你的身体 好像更小了 是不是出问题了 姐 会没事的 我们必须找到 最后的守护神 最后的守护神 我在森林里 遇见过他 跟我来 最后的守护神 等一下 发 发 发 潘 潘 哎呀 不是潘 我好像 有点想起来了 法医安 从现在起 你就叫法医安了 法医安 那是什么意思 治愈 就是照护森林里的 所有生命 怎么样 很合适吧 哦 是呢 发医安 你 发医安 你还要这样 自说自话到什么时候 这也是 获赐名字的代价吗 我受够了 发医安 别这样 干嘛说这么重的话 不要紧 潘 我没事的 你记住 注定只能缺爱的命运 是一种诅咒 动脑筋 想想吧潘 你真的是出于自愿 站在他那边的吗 看来 你都记得 包括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在内 法医安 我叫林 抱歉 都怪我太不争气 还没找回全部记忆 我知道 我的前世 并不都是好人 但是发医安 他们不是我 可以请你忘记过去的林 记住现在的我吗 我没话好说了 你们回去吧 这是为了森林之主 请帮帮我 直到唤醒森林之主 只要到那时就好 看求你了 怎么办 我必须完全觉醒为森林小主 为此 我需要你的帮助 你知道的 法医安 带路吧 非常感谢你 法医安 我一定不会辜负 你的选择 最后的守护神 等一下 发 发 发 潘 潘 哎呀 不是潘 我好像 有点想起来了 法医安 从现在起 你就叫法医安了 法医安 那是什么意思 致意 就是照护森林里的所有生命 怎么样 很合适吧 哦 是呢 法医安 你 法医安 你还要这样自说自话到什么时候 这也是获赐名字的代价吗 我受够了 法医安 别这样 干嘛 说这么重的话 不要紧 潘 我没事的 你记住 注定只能缺爱的命运 是一种诅咒 动脑筋想想吧 潘 你真的是出于自愿站在他那边的吗 看来 你都记得 包括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在内 法医安 火焦林 抱歉 都怪我太不争气 还没找回全部记忆 我知道 我的前世并不都是好人 但是法医安 他们不是我 可以请你忘记过去的灵 记住现在的我吗 哼 我没话好说了 你们回去吧 这是为了森林之主 请帮帮我 直到唤醒森林之主 只要到那时就好 恳求你了 怎么办 我必须完全觉醒为森林小主 为此 我需要你的帮助 你知道的法医安 带路吧 非常感谢你 法医安 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选择 他为什么一直在缩小呢 干脆有人给我透露一下答案就好了 治愈啊 对我来说 分量有点重了 怎么这么说啊 这个名字很适合你啊 他更适合你的力量 不是吗 治愈不仅仅是治疗外伤 法医安 没错啊 法医安 确实是个好名字 好到 不适合流浪的孤狼 如果没有你们 我只会是铁医疆的女儿 不多一分 也不少一分 不对 你说反了 是因为有了你 光明才会照进森林 我们才会从睡梦中醒来啊 谢谢你 他 还有 以后 也请继续守护树木吧 生命守护者 法医安 让我们可以再度 速度重逢 让我再度 速度记起你们的名字 让我可以自行选择 我的鹿 听说 森林之主的鹿绒非常珍贵 有人说 它可以代替布老草呢 传说它拥有能够与 曾经的黑暗森林之主 古代神抗衡的力量 只要有这个 好极了 距离我成为江湖第一巨伤 只是时间问题 你们没用了 滚吧 别走 据说遇见口吐人言的野兽 是亡国之兆呢 我真该把这话印在脑海里 凉 你还好吗 他为什么一直在缩小呢 干脆 有人给我透露一下答案就好了 至于啊 对我来说 分量有点重了 怎么这么说啊 这个名字很适合你啊 他更适合你的力量 不是吗 治愈不仅仅是治疗外伤 法烟 没错啊 法烟 确实是个好名字 好到 不适合流浪的孤狼 如果没有你们 如果没有你们 我只会是铁匠的女儿 不多一分 也不少一分 不对 你说反了 是因为有了你 光明才会照进森林 我们才会从睡梦中醒来呀 谢谢你 他 还有 以后 也请继续守护树木吧 生命守护者 法医安 让我们可以再度 速度重逢 让我再度 速度记起你们的名字 让我可以自行选择 我的路 听说森林之主的路容非常珍贵 有人说 它可以代替布老草呢 传说它拥有能够与曾经的黑暗森林之主 古代神抗衡的力量 只要有这个 好极了 距离我成为江湖第一巨伤 只是时间问题 你们没有了 滚吧 别 走 据说遇见口吐人言的野兽 是王国之兆呢 我真该把这话印在脑海里 凉 你还好吗 凉 现在是最佳时机 森林蒙上阴影之时 就是永眠到来之际 对不起 我没能遵守约定 没能叫你的名字 没能想起你 都怪我 让你的力量流失了 如果我早知道 如果前世的我 对你再友好一点 如果那样的话 岁月果真无情 我治好了那么多人的病 却终究 却终究治不好自己啊 小猪 你要喘不过来气了 少说几句话吧 你们也辛苦了 偏僻山村的守护神 要是被别人知道了 说不定 说不定 会嘲笑你们呢 在这片森林里 没有人能嘲笑你 包括你自己 开亚 我想问你一件事 嗯 你问 开亚 小猪 可以再叫一次 我的名字吗 开亚 好 开亚 开亚 对不起 我来完了 开亚 对不起什么呀 我该感谢你才对 没错 是盖亚 是盖亚 盖亚 潘 怎么回事 我想起了你们的名字 烙印却还是没有消失 是因为 叙普诺斯的诅咒吗 不 别睡 盖亚 你睁开眼睛 为什么会这样 你明明什么罪也没有 现在是最佳时机 森林蒙上阴影之时 就是永眠到来之际 对不起 我没能遵守约定 没能叫你的名字 没能想起你 都怪我 让你的力量流失了 如果我早知道 如果前世的我 对你再友好一点 如果那样的话 岁月果真无情 我治好了那么多人的病 却终究治不好自己啊 小猪 你要喘不过来气了 少说几句话吧 你们也辛苦了 偏僻山村的守护神 要是被别人知道了 说不定会嘲笑你们呢 在这片森林里 没有人能嘲笑你 包括你自己 凯亚 我想问你一件事 嗯 你问 凯亚 凯亚 小主 可以再叫一次我的名字吗 凯亚 好 凯亚 凯亚 对不起 我来晚了 凯亚 对不起什么呀 我该感谢你才对 没错 是凯亚 是凯亚 凯亚 潘 怎 怎么回事 我想起了你们的名字 烙印却还是没有消失 是因为虚布诺斯的诅咒吗 不 别睡 凯亚 你睁开眼睛 为什么会这样 你明明什么罪也没有 我很想念前世的你 不想承认你变成了别人 是我错了 无论你变成什么样子 你依然是 我的 我们的 森林小主 怎么突然这么说 如果必须要有谁去做 那何不让我来做呢 等等 你该不会再想什么危险的事情吧 发言 发言 快停下 所以 不要露出那种表情 我只是把那家伙给我的力量 还回去而已 躯体 本来就总有一天会消失吧 我不过是 把这个时间提前了点 你说过吧 你为我取的名字 意思 是治愈 我终于明白了 求你了 法医 不要 林 危险 法医 你也停下 牺牲 才是我治愈 守护森林的方式 记住你想要保护的东西吧 李林 还有 如果那个沉睡的家伙醒来 替我跟他说一声 对不起 我想保护 我想做到 用我的力量 凭我的意志 救救了 这股力量 好熟悉 我好像一直在寻找它 我很想念前世的你 不想承认你变成了别人 是我错了 无论你变成什么样子 你依然是 我的 我们的 森林小主 怎么突然这么说 如果必须要有谁去做 那何不让我来做呢 等等 你该不会再想什么危险的事情吧 法医 法医 快停下 所以 不要露出那种表情 我只是把那家伙给我的力量 还回去而已 躯体 本来就总有一天会消失吧 我不过是 把这个时间 提前了点 你说过吧 你为我取的名字 意思 是治愈 我终于明白了 求你了 凭我的意志 不用担心 就算我做不到 守护神们 也会去找你 即使我已经老去 在你眼中 也还是很小啊 当然 你永远是我的 这片森林的小主 能够能够成为森林小主 真是太好了 盖子 盖牙 下辈子 下下辈子 你还会来找我吧 我老了 放不下心 会的 会的 小主 不用担心 就算我做不到 守护神们 也会去找你 即使我 即使我已经老去 在你眼中 也还是很小啊 当然 你永远是我的 这片森林的小主 能够成为森林小主 真是太好了 盖牙 你还是那么愚昧无知 整日沉眠于无用的回忆 有黑暗森林的真理在 你们再挣扎 也只是徒劳 盖牙 是时候斩断 你我之间的孽缘了 你还是那么愚昧无知 整日沉眠于无用的回忆 有黑暗森林的真理在 你们再挣扎 也只是徒劳 盖牙 是时候斩断 你我之间的孽缘了 小主 你应该不记得 我们的初见了吧 觉醒 并不会唤起 你所有的记忆 你的双眼 闪瘦着聪明 闪瘦着聪慧的光芒 足以给漆黑的森林 带来光芒 你的信念 无比坚强 就像现在一样 有你担任 有你担任森林的钥匙 森林的生命 才得以呼吸 人类的身体脆弱 总是无法支撑太久 即使要等待很久 我也并不惋惜 我相信 离开我和守护神身边 一定不是你的本意 因此 我不曾责怪过你 如果没有你 我的力量 就会愈致 这片森林 将会枯萎 荒废 我们最终 注定要再次相遇 对吧 那就行了 我 我 不要 芒林 应该还有办法吧 只要我 我再努力一下 无论如何 但是 轮回已经停止 即使把剩余的力量 全部汇聚起来 也无力回天 这就是命运 对不起 别 别 别为这种事情道歉 正好我早就厌倦了 没有尽头的生命 正要想办法打破轮回呢 你知道的 我不管干什么都三分钟热度 我 我 我 希望你 哪怕 在有限的生命里 也要自由飞翔 飞得又高 又远 别担心 别担心 我会的 各位守护者 我对你们除了抱歉 还是抱歉 你知道的 我想听的不是抱歉 发言 生命守护者 你还记得吗 在遥远的过去 你曾经反问我 你伤害了无数生命 怎么能成为生命守护者呢 我当时 没能回答你 希望你不要介意 我不是故意的 守护者为森林而存在 是在维护你的 我们的正义 还有 我的大弟 我的朋友 潘 我要是 想你了 怎么办 我要是 太想念你了 即使我的身体消亡 我的灵魂 仍会寸步不离地守着你 别哭了 小竹 该呀 愿我们在遥远的未来 再见 一灵 开呀 小竹 你应该不记得我们的初见了吧 觉醒并不会唤起你所有的记忆 你的双眼 闪烁着聪慧的光芒 足以给漆黑的森林带来光芒 你的信念 你的信念 无比坚强 就像现在一样 有你担任森林的钥匙 森林的生命 才得以呼吸 人类的身体脆弱 总是无法支撑太久 即使要等待很久 我也并不惋惜 我相信 离开我和守护神身边 一定不是你的本意 因此 因此我不曾责怪过你 如果没有你 我的力量就会愈致 这片森林将会枯萎荒废 我们最终注定要再次相遇 对吧 那就行了 我 我 不要 林 应该还有办法吧 只要我 我再努力一下 无论如何 但是 轮回已经停止 即使把剩余的力量 全部汇聚起来 也无力回天 这就是命运 对不起 别 别为这种事情道歉 正好我早就厌倦了 没有尽头的生命 正要想办法打破轮回 怎么会呢 你知道的 我不管干什么都三分钟热度 苍穹守护者 佩妮 希望你哪怕 在有限的生命里 也要自由飞翔 飞得又高又远 别担心 我会的 各位守护者 各位守护者 我对你们除了抱歉 还是抱歉 你知道的 我想听的不是抱歉 发言 生命守护者 你还记得吗 在遥远的过去 你曾经反问我 你伤害了无数生命 怎么能成为生命守护者呢 我当时没能回答你 希望你不要介意 我不是故意的 守护者为森林而存在 是在维护你的 我们的正义 还有 我的大弟 我的朋友 潘 我要是想你了 怎么办 我要是太想念你了 即使我的身体消亡 我的灵魂 仍会寸步不离地守着你 别哭了 别哭了 小竹 盖亚 愿我们在遥远的未来 再见 灵 盖亚 我想你 我想你 请不吝点赞